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纳塔利·麦克唐纳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杜高斯贝电视为您呈现的悉尼直播 距离预计的美联储加息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考虑到中国让人民币贬值以及油价再创新低 美联储是否会考虑推迟利率正常化呢 今天我们要采访的嘉宾是Option Express代表本勒布伦 本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邀请纳塔利 非常感谢 今天我们要谈及美国经济 特别是在中国贬值人民币之后 据估计这实际造成美国截至2018年 会亏损290亿美元的GDP产值 这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是吗 我认为这听起来是人民币贬值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确实会影响到 这是来自于美国对此事件的评估 要知道这会潜在地加大美国的贸易赤字 而影响就业 所以这会对美国带来一定的打击 影响到GDP的增长 有意思的是 中国的说法是考虑到过去几年里的情况 有必要将其经济模式 从出口导向型转到内需增长的推动 为了刺激增长水平 这有点像是回到了中国老的增长模式 这在其竭力推动出口之前 确实有些意思 我猜想随着事情的继续发展 有必要进一步仔细的关注 我认为人民币可能还会继续下跌 这会带来进一步影响 要知道 当我们谈及美国经济 这就像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驱动力 而他们上调利率会特别关注的是出口 通缩和通胀 通胀则是当前全球经济所急需的因素 特别是我们回到美国经济 如果真的进行加息 那么起码要看到一些通胀的迹象 而不是通缩 如果经济介入通缩的话 要知道 这就不是好消息了 过去几个星期的变动让人很关注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 不只是美国 还有全球的整体经济增长 现在距离美联储9月份的会议 只有数周的时间了 是否存在着加息推迟的可能呢 尤其是考虑到人民币贬值 还有原油价格下跌 致历史新低 美联储很有可能会继续维持 当前的低利率 推迟利率正常化 老实说我认为 美联储会坚持当前的低利率水平 我们看到很多美联储成员出面 并就9月份可能进行的调息 做出不寻常的发言 事实上他们在非常仔细地 鉴别各种因素 特别是更多地关注国内的经济形势 当然他们也考虑国际的变动因素 比如对希腊危机做出评论 分析这可能会对欧元区经济带来的影响 进而如何影响美国 现在则是中国 我的意思是 该国的政策变动 无疑也是起着一定的作用 当然也要考虑未来潜在的变化 此外我认为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 会是劳动力市场状况 要知道这是非农数据 已经有连续多次超过20万的新增岗位 被创造出来 这对美国经济是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但是在通胀率方面 则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要知道当前没有迹象 显示旗有好转 大家都知道 当前的美国经济总体上很强势 每个人都在期待9月份会加息 这看起来确实有很高的几率 美联储会在此月做出调整的决定 但是在我看来 9月份加息可能会被推迟 12月份更有可能是加息的时机 虽然两个月份都存在可能 但是在回答您问题的时候 考虑当前这些因素 可能会让美联储成员考虑 先暂时的维持利率水平不变 在这几周的市场混乱期间 我们看到美元似乎在走弱 那么在过去数月之内 美元强势地位是否会恢复 在您看来 当前的情况会持续多久呢 我认为美元仍然还是会继续上涨 尽管目前有些走弱 但总体上 美元会继续保持强势 美元的上涨趋势 不仅会在2015年保持 还会在2016 2017年持续 所以目前 我还是会做多美元 美国的任意数据 都能够引发市场的相应反应 那么如果美联储决定 推迟加息的话 这会对市场有何影响 如果美联储没有在9月份加息的话 那么这将会很有趣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些契机 因为我觉得美元未必会出现价值的校正 但美国的债券收益可能会发生变动 而股市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回升 不过我觉得 这不过是一次加息的推迟而已 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即使不是在9月份 也可能会在稍后的几个月内 因此对美元债券收益和股市的影响 也只会是短期的 但也不会发生剧烈的校正 市场会等待加息10日真正来临的那一天 在美国强劲劳动力市场形势的支持下 加息或者推迟加息都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对这一必然的操作并无怀疑 那么问题就是到2015年年底之前 加息是一次还是两次 短期内这对美元下行影响也是有限的 Ben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非常荣幸 更多精彩 敬请继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下期再见